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東方魔術很有想像力 東方文化 我們有一些詩詞啊 或者我的文字 我們可以用得很優美 用一些字就可以引發很大的想像 進去 進去那就是榴槤三仙龜洞 三仙龜洞 這個魔術就是三個球兩個碗 碗蓋球 然後那個球跑來跑去 這個西方也有 你知道他們叫什麼嗎 他們叫Cups and Balls 就是杯子和球 毫無美感可言吧 太直白了 所以我覺得魔術是創造想像空間 如果可以把節目的名字一講出來 就直接創造想像空間 那等於是不戰而屈刃之兵嘛 引用孫子兵法的全聖思想 幻術師大仙鄒秉勳 細節中創造氛圍 不戰而屈刃之兵 怎麼樣 我根本就還沒演魔術 我就站出來 我就直接啟動你對魔術的想像 我穿木機 然後我穿這個 東方色彩的衣服 頂一個華人麵狗 但是變西洋魔術 我甚至英文還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家台灣人 我自己的感覺 台灣人其實就是很文化融合 很國際 我遮蓋了 雞蛋 雞蛋 就像這樣 然後做一個魔術的姿勢 噗 現在 它變成了 Live Live Chicken 去年在紐西蘭 巡演三個月 然後到美國錄了一個很有名的節目 叫Pen & Taylor Fools 那是在拉斯維加斯很有名的魔術師 我邀請世界各地地愛的魔術師一起來 變魔術師看 在西方的話他們是表演藝術圍上 所以他們尊重表演者 但如果是東方的話 表演 這個唱戲 下九流 你是沒頭入座 你才會做這個 從下定決心 當魔術師的那天開始 如何突破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 成為了周炳薰 最大的課題 我國中的時候就第一次接觸魔術 高中第一次比賽得冠軍的時候就想說 哎呦 我是不是有那麼一點天分啊 我就有點認真了 對 但爸媽當然就很擔心嘛 就覺得你這個拿賺錢賺不了錢啊 你還是去考公務員就好了吧 但我是覺得 我萬一成功了咧 我萬一成功的話 我是不是整天到處表演魔術 然後讓別人開心我也很開心 然後就有錢賺 高中比賽之後 然後我就要考大學嘛 那我就翻開那個科系表 我就找魔術系 沒有 怎麼可能有 那我就覺得 那我至少找一個相近的嘛 因為我未來已經決定要當職業魔術師了 找一找去找到 哦 戲劇學系 這是跟表演相關的 OK 那應該就這個 所以就要考這個吧 我跟我爸媽講 他們還是反對 他就說 哎呀 你真的要考這個 當 也要當什麼明星藝人哦 你又長得不高 你又長得不帥 你又不是 講話多 有趣 你又有點內向 那 那怎麼可能 你還是好好的安分 做一個工作 所以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過年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是 跟我一起的 所以所有親戚朋友來的家裡 我就被關到房間裡 我爸就敲門 哎 那個大伯有話跟你講 然後大伯進來之後 我們就一對一坐下來 Man's Talk 他說哎 聽說你想要當魔術師 哎呀 以前我還想當吉他手耶 但是後來呢 後來就學了這個一技之長啊 接水電啊 什麼時候 哎你看 出事 現在這樣也不錯啊 我興趣的時候 還是可以彈彈吉他啊 大伯出去 換二伯進來 二伯出去 換三伯進來 這樣車輪戰 身為家中長子的 周炳薰 心領了這些好意 退伍後 聆聽著內心的聲音 往全職魔術師的道路邁進 2017年是我第一年 跟我沒有多少的表演機會 我與其在家裡 待著也是待著 有人會邀請我去公演出 演給阿公阿嬤看啊 在養老機構啊 很多地方 那我覺得 我在家待 幹嘛呢 我還不如就出去演一次 我練一次 當初就這樣而已 演了之後發現 我也很開心嘛 我練到的也很開心 阿威妮本身也很開心嘛 他們也很開心呢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這些機構 他們每天的生活 日復一日 就在等那天的到來 每天看著電視 節目內容不一樣而已 其他的行程是完全一樣 我如果過去 給他一個不一樣的下午 我覺得這是很棒 一百歲啊 一百歲還不能這個 沒有 家裡有沒有 沒有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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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下心願 要做超過一百場工藝表演 這不只是一種磨練 也考驗自己到底有多熱愛魔術 其實我出來做的前半年 基本上就沒有賺錢啦 可能算什麼 三千塊 六千塊 八千塊 對啊 說說不穩定 但是我過程是很快的 我只要沒有餓死 我就很開心 後來熱炒店邀請他去變魔術 這才發現商業演出沒有想像中容易 那時候我有很大的心理陰影 因為每一次去切入一個桌子 都是一次 要過去嗎 他好像在忙耶 他在滑手機 好像不方便吧 那我看下一桌好了 這桌 還在吃 他吃很快 好像很餓 不要打擾他好了 這桌 呃 哇那個刺青好多喔 我覺得過去我會被打 但是不行喔 那這樣子 放眼望去 沒有一桌可以變嗎 不可能的 那是我的問題 心理問題 還是要鼓起勇氣 哦 雖然我早就知道會被打箱了 還是要過去 嘿你好 我是今天的駐店魔術師 可以在用餐的時間 備用一些魔術給大家看嗎 哎 放心是免費的 是店家已經負擔了 我現在講的是很順 我那時候講的 一定是直直吳吳的 連你可能都不想看 我那 這是什麼荒謬的畫面 深入人群 臨場應變能力 也很重要 360度圍觀 而且任何人都可能會 插進來打斷 那怎麼樣可以應對他們 這就是東方細胞的特色 第三個在這裡 抓著之後就這樣 正直 你有沒有感覺 慢慢 慢慢的 慢慢的打開 給他們看 給他們看幾個 給他們看啊 給他們看啊 好 其實魔術大家第一個 都會關注的是 這個要騙我了 他怎樣騙我 我不想跟你騙 我想知道秘密 但其實以魔術表演來講 他被我運行太多東西 表演者怎麼跟觀眾講話 怎麼建立這個關係 然後怎麼樣控制全場的氛圍 我們如果照顧觀眾 我們把觀眾找上來 他可能很緊張 我要怎麼照顧他 用什麼方式 用什麼角色 用什麼態度 那這些全部都是要研究的功課 繩子直接包進布裡面 然後 瞬間變成一條 其實 我過去表演還沒那麼成熟的時候 每次演出都是在成長這些 所謂看不到的東西 酒杯蓋上變酒瓶倒過來再一敲 又變成酒杯跟酒瓶交換來 哎呦交換去 是不是交換到晕頭退下 我的作法是把自己的心 完全拋開 然後最真誠的方式 跟觀眾溝通 但這些背後的努力 卻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 南投符輪社員拆台事件 形同踐踏了周炳勳的志業 但他很快選擇原諒 藉機提醒大眾 尊重表演者 看破不說破 我們的同行有遇過 都遇過更多更惡劣更糟糕的情況 只是會不會講 因為大家會以和為貴 我們是表演產業 我們得罪主辦方 我們要被弄怎麼辦 我們表演者很容易被弄 我們接下來每個場次都被弄 我們的職業生產要毀滅了 所以大家通常都是選擇隱忍 這次拆台事件 我覺得那兩個觀眾 我相信他當下真的沒想太多 後面所以什麼道歉不道歉 可能他們因為一開始沒想太多 後來壓力已經變得很大 所以導致他也很難去面對 很難去收拾 所以我其實是很可以理解 他們的狀態 那你說拆台事件 我覺得這個本質上就是 大家看待表演藝術 或是魔術還不夠成熟 但是藉由這個事件 全台灣很多人真的都 正對這件事情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真的是功德圓滿 劉蓮太重了 不能那樣子喊 如果真的要變劉蓮的話 得這樣 我不說一次 進去 成功的完成就沒了 我今年32歲 所以在下一年呢 我玩魔術的時間 就超過沒有玩魔術的時間了 我16歲的夢想 就是我要變魔術變到80歲 我有點來想像變到81歲了 因為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繼續變變到死掉 哈哈哈